Hello,大家好,我是小黎 今天呢,我准备一些东西 我去到,大家还记得上次我有拍一期视频 就是担心妈妈养那个小宝宝 但是好久了,我们没有回到他们家 因为最近呢,我们这里的疫情也是特别的严重 其实啊,前段时间我有联系过他们了 然后,已经给他们了一些东西 但是我们是不能到他们家 现在的话呢,因为在这里我们要准备东西 给他们的,主要是给小宝宝的礼物 所以呢,今天我们必须到他们家那边的 目前我们在这里还好,可以在外面跑 但是我们不会乱跑的,所以请大家放心 因为这个如果是一煮饭在我们家的话呢 小宝宝那边是没得用 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也会尽量送到他们家那边的 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送给他们的东西 天气特别的热 所以啊,没办法,我们出去我们要防晒 样装的话呢,我们就OK了 不怕那个菜了 还加上一个口罩就OK了 好,那我们出发了,拜拜 大家好,我们已经到了小宝宝这个地方了 现在我们会拿东西啊给他,我们看一下吧 好久了,没有到他们这里了 因为疫情嘛,我们要戴口罩哈 我们呢,现在这个地方啊 我们县城这里啊,开始封城了 大医院是不能去了 OK,我们到小宝宝这边的家吧 在学你呀 是吗 你说吗 你试吗 那你试懂吗 我试试 我试试 你试试 我试试 试试 试试 是不是很稀奇 跟他去 但是 只是こちら 自己才能词证吗 你再词一下 他在这里有点 今次就是他的邻居 他来跟他玩 你先识 我把文字放在海中 我可以读字 我可以读字 记得很小 雷 雷 小頭 我連手 您知道她的選手嗎 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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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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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家做了 呃 就嚐 1 leva earn 藝ische 還在 2009 年度 也有很多 我认了她的钱是在那里 我想면吃 trouble 我认识来要吃 我认识去 我设十一 我设二十一 我给小宝宝买的 万一早上没什么东西吃 可以吃这个粥 不好意思 这段视频的话 当时我们在那边拍的 然后我的录音机没电了 我们又发现 所以现在在剪片的时候 我才能重新录音 给大家了解一下本视频 那么当时呢我有给小宝宝买一些东西 所以要把东西给他 我买给他一些那个糖 饼 在这里呢想给他吃东西 但是刚才给他那个糖 的话呢 外婆说他吃不了 吃了有点危险 所以现在呢 要打开这个饼 饼他可以吃的 因为软 然后给他 剩下的话呢 我让他和外婆留给他 像是在家里啊 没得吃的话呢 可以拿给他吃 毕竟是小孩子嘛 他们是喜欢吃零食 然后啊 还给他买一双鞋子 不知道是 是否合适 我问他喜不喜欢 他说喜欢 小孩子嘛 他们看各种颜色的东西呢 他们就喜欢的 事实可能会偏大一点 本来是要想买别的种 但是我们附近的地方是没有卖东西很多 我们又不能去县城那边 只能是有什么就买什么了 还是可以 但是他另一边的脚呢 是就那样子嘛 大家也看到了 本来是想给他买几套衣服啊 但是也没办法 下次吧 如果有轻位去县城那边就买这两件衣服的话呢 那我就给他送给他妈妈吧 因为姐姐毕竟也是挺不容易的 我今天呢 有准备啊 这两瓶的是 钙 是维生命嘛 因为我想啊 让他补一下那个营养的东西 这个钙的话呢 那因为我觉得小朋友他这样子他可能是绝盖 Tacium 对 然后我订购这个是我找别人带高从国外带回来的 这种比较有名 澳大利亚的品牌 然后小朋友吃的 这款的话呢 他是五岁的 所以我再跟他外博讲一下使用方法 一天两刻 就放后三十分钟 在白天的 好像是白天呢 下午之前要吃 别再晚上 晚上吃什么用 然后就找到这种水果的奶 香菇汁 因为上次我们有买奶粉给他了 但是他妈妈说他不太喜欢吃奶粉 所以要吃这款 那今天给他 这个里面有二十多包 看四十 如果他不是的话 那下次我再给他一下 啊 特别重要的就是今天送给他这个自行车 因为我们也考虑过了他现在不能去胡志明那边住了 而且他这样的脚 也是不能是每一个星期到找到那个医院那边 所以我只能是买这个小车啊 他可以锻炼他的脚力 提到他的那个脚力 这个我也是在网上购买的 然后也是要特别感谢我们的粉丝支持小朋友 我才有这么一个机会替你们把好的东西给我们小朋友的 我现在要在他们这里的帮他们安装 因为如果是我们回去的话呢 是没有人可以帮助他们的 已经是家里是外婆和他妈妈了 他们可能是不会做的 所以我就定在这边知道把它弄一下 然后看看怎么用的 教一下小朋友希望他会喜欢这个礼物吧 你能不能去赶紧 那个是机会 你能不能去赶紧 你能量放在这里 就是我也是 东西可以放在那里 肯马上 是才肯马上 你能 Canadians 这个我不能放在这里 主要的 我要跟小朋友溝通怎麼使用的 因為她毕竟困難嘛 走路不方便 她一個右手邊的手是沒有力 拿不起東西 我讓她坐下 坐下才可以用她的腳 用腳力 因為我們的目的就是給她那個鍛鍊她的腳力嘛 但是可能她第一次坐自行車 所以也不太習慣 其實有很多其他的車 但是我們要找到這種 有點高 我要那個調一下高度 因為調完了的話呢 是讓她的朋友試試 她看她的朋友怎麼玩 她才會怎麼用 我覺得小朋友的問題也可以慢慢給她鍛鍊一下 現在去不了其他地方的話呢 在家要有人陪伴她 教她 那麼以後可能是很多方面都可以改善一下 但是家裡條件也不怎麼好 然後外婆又老了 媽媽又那個樣子 她媽媽也不是完全的正常嘛 現在她可以做行了嘛 所以媽媽要找工作去工作賺錢 我讓她的朋友試試了 哈哈 小朋友第一次玩這個車 所以可能不太習慣 嗯 沒關係 她們慢慢就可以會用的 我讓她坐上去看看吧 剛才問她喜不喜歡 她說她喜歡 我試試給她們看怎麼用 這個車看 看那麼小 但是合適三歲到六歲 因為我了解了 然後我試試坐上給她看怎麼騎 希望呢 對她會有用 她的外婆看我們呢 帶東西過來呢 又送她自行車的 真的是她很感謝我們的 這個是要感謝小莉的粉絲 好心的粉絲幫助的 小莉只是替 替代你們把東西送到需要的人 我要教小朋友怎麼做 怎麼使用 才有用 才對她有用 反正也是挺不容易的 但是啊 沒關係 慢慢就習慣了 希望她在家裡呢 嗯 可以啊 慢慢就付會一下 然後 下次可能還要有一些東西送給她 現在我們出去也是 挺不想出去的 真的是很需要 我們才能出去 亂跑 有時候也被罰還 比較嚴重 然後 接觸外面的人呢 我們帶回家 我們也是對自己的家人要負責了 給大家看一下她的腳 這邊的右手 右手這裡呢 沒有力 她不能拿東西的 所以 我讓她的外博呢 我們在家可以多給她按摩 然後 慢慢讓她把這個手呢 摸東西摸東西 摸東西 看有沒有什麼就是 感覺 有什麼感覺 不然 如果是放棄的話呢 也是很可憐 看有沒有希望可以啊 幫助一下她 我覺得 如果是給她多端利一下 應該也可以的 不會很很那個 在我的頻道 我也是特別感謝各位的粉絲 還有一位是 一位啊 以前住在胡志明的醫生叔叔 然後他有發信息給我 讓我帶小朋友去胡志明那邊呢 然後 找到某某的醫生 是她的朋友 我是特別感動 對 特別特別的感動 也是特別感謝大家用心 對我們的小朋友 然後 我也跟他們家的那個溝通很多了 但是 目前我們還是去不了 現在只能是在家裡找辦法給她改良 改良 改上生活 我讓小朋友那個走路走的慢一點 不用太快 我讓她走路給大家看 現在走的很穩定了 但是 班之生還是不太正常 現在我們安排好了 我們就要回去了 現在越南的情況啊 大家應該也都知道了 我們這邊的越來越嚴重 基本很多城市都被感染 然後很多地方都封城 現在出門也是特別的小心 而且呢 很多地方如果是有政府的規定的話呢 亂出門會被罰款的 像小寶寶的事情呢 現在只能研制在那邊的 去不了胡志明 去不了胡志明 其實是上次去新港那邊的兒童醫院 但醫生他們也是說過了 她不是舌頭 不能動 我剛才就看了一下小寶寶的舌頭了 她就是可以動的 但是我發現是她的舌頭是小 是短 所以讓她把舌頭往外出的話 那就是她做不了 所以她可以講話 其實是對 但是有一些那個音標她發音不準而已 所以說上次去新港的兒童醫院醫生說 這個不需要做任何的手術 因為她這個不是那個問題 但是去胡志明是她媽媽的願望 所以我只能是答應 也是特別希望有去那邊 能找到更好的方法可以給她治療 現在在家裡呢 如果是每天有人陪著她 教她講話 那可能會好很多了 但是沒辦法 家裡只有外婆和她媽媽 那麼他們也就那樣子嘛 沒辦法 在我小寶寶能力上的話呢 然後受到大家的支持小朋友的話 我會經常留意小朋友的情況 好吧 今天呢 我們就分享到這裡了 現在我小洪呢 要回去了 現在是中午11點了 外面的天氣也是特別熱 非常感謝大家吧 喜歡小黎的視頻 大家可以幫小黎點贊 分享 沒有訂閱的朋友 可以幫小黎訂閱一下 小朋友給個贊 哈哈哈 我讓她給一個點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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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我們在下個影片見 拜拜 我們 или 咨嚢 在我們 nuestra家裡 我們要發訊息 我們要不想玩 有一個玩具 我們要不想玩 我們要不想玩 我們要玩